我愛念書 才會跑去跳街舞啊 霹靂舞這樣的一個刻板印象 是可以改變的 最早是國小 因為我爸他買了一卷錄音帶 就是LA Boyce的跳 就被裡面的舞蹈深深的迷上 直到上了高中 加入了和平高中的進舞社 才開始真正的 來專研Breaking 就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跳舞上 台湾從台灣 Bojin 他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累積出來的 他也很活躍在世界上各種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街舞賽事裡面 也因為長時間的在舞台上面的經營 後來變成被咨詢的對象 Yo this is Bboy Bojin I want to give big shout out to Malaysia Bboy 當我知道說霹靂舞有機會 正式被納入奧運的時候 我當然會認為說 只要我可以做的 我一定全力去做 當時可能不是有這麼多的 相關機關啊 來關注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資源或者是經費 都要到處奔波 街舞現在已經相當受歡迎了 對那就代表什麼 他多年來的經營出現的結果 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原來我們的能量是真相的 原來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提升整個社會 提升整個文化 沒有想過 跳霹靂舞可以成為國手 然後甚至帶給很多拍子 或偏向不一樣的感動 其實真的很多人因為跳舞 改變了他們的男生 就希望我們一生都可以 為這個舞最愛的藝術而努力 謝謝你們